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飓风俄内斯托对加拿大和其他地区的影响 这场风暴已经在百慕大登陆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风暴潮和洪水 数万人失去电力供应 当飓风俄内斯托向东北移动时 预计将在周六晚间为新斯科舍省沿海地区带来巨浪 并可能在周一抵达加拿大的海洋省份 进一步影响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东南部地区 飓风俄内斯托目前已经在百慕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导致电力中断和危险的洪水 飓风中心警告说 这场风暴将继续对沿海地区构成威胁 预计会带来强风、危险的风暴潮和显著的沿海洪水 预计百慕大将降下大量降雨 可能导致生命威胁的闪红 随着飓风俄内斯托逐渐远离百慕大 它将在周一晚间接近或经过加拿大的东部地区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报告说 飓风俄内斯托的中心将在周六慢慢远离百慕大 并在周一晚些时候和周一晚上接近纽芬兰东南部 这场风暴不容小觑 沿海社区需要做好准备 以应对可能的风暴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飓风俄内斯托 这个名字近日在北大西洋地区掀起了滔天巨浪 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场风暴在百慕大登陆后 席卷了这个英国海外领地 带来了强烈的风暴 危险的风暴潮和潜在致命的洪水 导致数万人失去了电力供应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NHC的预测 俄内斯托正向北北东方向移动 并将于周一晚间抵达加拿大大西洋省份的东南部地区 百慕大的居民在周六早上六点 格林尼致标准时间九点 迎来了飓风俄内斯托的最大持续风速 每小时140公里87英里的强风 这场一级飓风使得当地几乎全岛停电 电力公司Boco报告称 约36000名客户中有26100人无电可用 风暴的威力不仅让安静的百慕大岛变得动荡 还在当地时间早上九点 格林尼致标准时间十三点 损坏了大量基础设施 然而 这只是飓风俄内斯托的一部分 百慕大官员在周五晚上暂停了公共交通 并关闭了机场 国家安全部长迈克尔·威克斯·麦克维克斯警告居民 这场风暴对社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不容轻视 到周五下午 俄内斯托的风力已经使百慕大36000名客户中的 5400人失去电力 电力公司表示 由于工作环境过于危险 他们召回了在外工作的维修队伍 这场风暴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百慕大 还波及到了加勒比海东北部地区 波多黎各的数十万人面临无电无水的困境 60岁的波多黎各居民安德烈斯·卡布雷拉·Andres Cabrera 住在北部沿海城市卡罗莱纳 他告诉美联社 无法负担发电机或太阳能板 只能依靠从街上吹来的风来缓解炎热 他的故事令人动容 这场风暴揭示了岛上居民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波多黎各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另一个严重高温警告 警告危险的高温和潮湿条件 超过11万5千名客户在风暴过后两天仍然没有电 另有17万人没有水 在百慕大 Echo Manor Guesthouse的经理拉娜·莫里斯·拉娜·莫里斯 表示尽管风已经开始再次增强 但目前情况还算平静 他描述道 我和我的客人交谈 他们告诉我他们仍然有电 有自来水 感觉很舒适 莫里斯一直通过电话与客人沟通 尽管互联网中断了 但他对此表示满意 因为他们是安全的 这座由181个小岛组成的群岛总土地面积 大约相当于曼哈顿的大小 狭窄的地理特征 让百慕大居民在风暴中倍感压力 百慕大气象服务在周六早晨的更新中表示 飓风警告仍然有效 风暴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散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 强风、危险的风暴潮 和显著的沿海洪水将会发生 百慕大将降下约6到9英寸 150-225毫米的降雨量 这可能会导致威胁生命的闪红 随着风暴继续向北移动 预计会影响到加拿大纽芬兰 和拉布拉多省的东部地区 颓废的天气预报 也为加拿大大西洋省份带来了警告 加拿大飓风中心表示 飓风俄内斯托预计将于周六晚间 开始为辛斯科舍省沿海地区带来巨浪 当它移动到纽芬兰阿瓦龙半岛南部时 将转变为后热带风暴 预报员表示 这场风暴可能会靠近阿瓦龙 伯纳维斯塔和布林半岛的部分地区 带来一些降雨和风力 最强降雨预计会在3到6小时内发生 这些沿海地区的人民需要有所准备 风暴中心表示 大浪将为阿瓦龙半岛南部 和普拉森地亚湾的社区 带来一些沿海洪水风险 并可能对码头和沿海结构造成一些轻微损坏 这篇报道由加拿大新闻社于2024年8月17日首次发表 提醒当地居民做好应对风暴来袭的准备 随着俄内斯托的移动路线逐渐北移 加拿大大西洋省份正面临着一场不小的挑战 摆目大的经历 让人们看到了风暴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和生存的挑战 尽管当地政府和居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但面对如此强大的自然力量 人们仍然感到无奈和渺小 从百慕带到加拿大 从加勒比海到北大西洋 飓风俄内斯托的足迹遍布各个角落 这场风暴不仅带来了强风和暴雨 更揭示了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和坚韧 每一位在风暴中坚守的人都是英雄 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和思考 飓风季节还在继续 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需要更加警惕和准备 以应对这些来自海洋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飓风俄内斯托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大西洋热带气旋 于2024年影响了百慕大 新斯科社省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等地区 根据各大新闻机构的报道 俄内斯托是一级飓风 带来了强烈的风暴 危险的风暴潮和显著的降雨量 在百慕大 飓风俄内斯托于当地时间周六早上登陆 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0公里 约87英里造成了大范围的停电 影响了超过36000名客户中的26100人 风暴期间 百慕大降下了约6到9英寸 150至225毫米的降雨量 导致大规模的沿海洪水和生活威胁的闪洪 政府和电力公司BioCo面临巨大的挑战 维修队伍因环境过于危险而被召回 数万名居民面临无电、无水的困境 应急措施组织则在进行损害评估 飓风扼内斯托不仅影响了百慕大 还预计会对加拿大的大西洋省份构成威胁 加拿大飓风中心指出 飓风将于周六晚间开始 为新斯科涉省沿海地区带来巨浪 并在周一晚间抵达海洋省份东南部 当风暴移动到纽芬兰阿瓦隆半岛南部时 预计将转变,为后热带风暴 这些地区可能会遭遇降雨和强风 并面临沿海洪水的风险 特别是阿瓦隆半岛南部和普拉森地亚湾的社区 除了百慕大 厄内斯托还影响了加勒比地区 风暴此前掠过波多里格 导致数十万人无电无水 并带来了严重的高温和潮湿条件 波多里格和美鼠维尔京群岛的电力恢复进展缓慢 很多地区仍处于停电状态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NHC的报告 厄内斯托是2024年大西洋飓风季的第五个命名风暴和第三个飓风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预测 由于海洋温度创纪录的高 今年的大西洋飓风季将高于平均水平 预计将有17到25个命名风暴 其中4到7个将成为重大飓风 总结来看 飓风厄内斯托对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 包括广泛的停电 洪水和恶劣的气候条件 政府和相关机构正积极进行损害评估和恢复工作 以应对这场风暴带来的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飓风厄内斯托就像个老朋友 每年都来访 提醒我们该修理修理屋顶了 这次他又来了百慕大 还给辛斯科舍省送来了巨浪 这步还真是个热闹 而且你知道吗 根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预测 今年的大西洋飓风计将高于平均水平 我们的再准备多几次屋顶维修啊 哦 楚天书你说得真有趣 但你别忘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这些风暴可不只是修修屋顶那么简单 百慕大的居民可是严阵以待 风速高达每小时140公里 这可是会让人失去电力 甚至生命的威胁 还记得波多黎各吧 那里大约有18万人 因为厄内斯托无电可用 这可不是简单的风暴 是一场大灾难啊 哼 谢琪琪 别这么严肃嘛 风暴确实危险 但别忘了 百慕大那些坚固的建筑和高海拔地区的居民 他们可是有充足的准备 风暴潮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话说回来 别忘了这些风暴给我们带来的冒险感和故事 这可是我们每年茶余饭后的谈资啊 楚天书 你真是乐观地让人无言以对 可是 这些风暴不仅是冒险和故事 还有现实的苦难 想想百慕大那26100名无电可用的居民 还有波多黎各那60岁的卡布雷拉 他没水没电 只能靠从街上吹来的风来结束 这些人可不是在享受冒险 他们在与生存搏斗 好吧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些风暴确实带来了很多困难 但风暴过后 我们看到的是人们的坚韧和团结 百慕大和波多黎各的居民总是迅速重建 互相扶持 这不正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吗 而且 飓风计就像一个巨大的提醒 让我们意识到自然的力量 并不断改进我们的防灾措施 楚天书 这话我倒是认同 正如你所说 风暴过后的重建工作 和社区的团结确实令人感动 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风暴带来的损害和挑战 这些风暴让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气候变化 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家园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学到的教训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飓风俄内斯托不仅仅是一场风暴 简直是大自然的派对动物 周六 它为新斯科舍省沿海地区带来巨浪 让当地居民提前准备橡皮艇 这场风暴在百慕大登陆后 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 预计周一将在加拿大的海洋省份寻找新月子 同时 这位派对动物还计划在纽芬兰阿瓦隆半岛南部 变身为后热带风暴 打算在某些地区带来降雨和风力 不过这次派对可能会让码头和沿海结构稍微受损 飓风中心特别提醒大家 阿瓦隆半岛南部和普拉森地亚湾的社区 可能会有一些沿海洪水风险 在百慕大 俄内斯托这个派对动物可真是让居民忙个不停 Alge Zero报道 这场一级飓风在当地时间周六早上六点登陆 带来强烈风暴 危险的风暴潮和潜在致命的洪水 让数万人失去电力供应 风速达到每小时140公里 这个速度可不是闹着玩的 风暴造成了全岛几乎大停电 约36,000名客户中有26,100人无电可用 俄内斯托还不满足于这一点 计划在星期一晚上移动到加拿大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东部地区 这会让当地的风浪和列流变得更加危险 百慕大官员早早地暂停了公共交通 并关闭了机场 让大家做好准备迎接这个不请自来的嘉宾 The Toronto Star的报道进一步补充 俄内斯托以一级风暴的身份在百慕大登陆 风速达到每小时130公里 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说 这场风暴将带来强风 危险的风暴潮和显著的沿海洪水 预计百慕大将降下6到9英寸的降雨量 这可是相当于给全岛来了一场大型水战 由于风暴的巨大规模和缓慢移动 巨风强度的风将持续到周六下午 而热带风暴强度的风将一直持续到周日 百慕大政府表示 紧急措施组织正在接收损害评估 尚未收到重大损害报告 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至于电力公司Belko 超过26000名客户还在等着重连电力 看来这场派对的后续工作还真不少 总的来说 这场飓风厄内斯托可真是个不省心的派对动物 不仅让百慕大居民忙得不可开交 还打算在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的沿海地区继续它的冒险 风暴带来的强风 大浪和洪水风险 让各地居民不得不做好准备 迎接这个不速之客的光临 无论是损失电力的百慕大居民 还是面临大浪的新斯科舍省居民 都在这场大自然的狂欢派对中经历了不小的挑战 但正如我们常说的 风暴过后总会看到彩虹 希望所有受影响的地区都能迅速恢复正常 迎接更平静的日子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